说到超级英雄电影,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漫娱和DC,两大阵营各有一大票铁杆粉丝,都在构建自己的超级英雄宇宙,科幻片,一直是中国电影的软肋,特效投资动辄几个亿,拍出来的东西,就让人觉得不如看更化片,其实,科幻不一定要追特效, 最近,隔壁韩国就推出了一部不一样的科幻片模拟模拟一间上映,守着那就夺得韩国本土票房冠军,直接灭掉了侏罗剧公园案和《南天顾海》,《美人记》,让周观演员猜破了两百万,票房喜人,可奔也不错,韩网EVA评分高达8.58,把眼间编剧调听着,十分擅长黑暗散罪题材, 叫好又叫做的新世界,就是她的代表作,有人把美女称为寒感抄体,认为她有望成为亚洲那一的开端,不过也有人嫌弃她前半部分突变太多,气势拖沓,让人想睡,喝棒部分财命分翻盘, 文书觉得,这毕竟是美女系列的第一部,交代的细节难免冗长,不断挖坑,虽略有不足,但狭子远遇,故事从十年前讲起,一个小女孩逃脱了某个神秘组织,被一对上男的能场夫妇收养,她失去记忆,不知道自己姓姓名谁, 家在哪里,老夫妇给她取名为巨祠领,在这对夫妇的宠爱下,女主平安长大,十年后,除了经常头痛之外,她跟一般的女高中生,没有任何不同,就是一个朴实软弯的能场小妹,乖巧,懂事,善良,不仅学习成绩好, 客迷时间还会当家里的能场干活,而且特别体贴孝顺,为了给换上老年痴呆的妈妈看病,大名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,因为一代入选,相似有巨额奖金, 节目中,她表演了一项另类才艺,上下筒漂浮,这一举动,改变了她的平静生活,神秘组织的白博士,从电视中认出了她,一天一礼, 一群青衣人冲到女主家,验枪指着她的头,在对方的逼迫之下,她爆发了,眼神瞬间变得很利,三下五除二,就干翻了一群人, 正坐行人流水,干净利略,夹夹都是绝杀,难道这一切都是身体的本能反应,杀完人,买人血,他怕被真验枪,一脸猛逼,为了找回失去的回忆, 他跟随身手门,回到最初的实验室,从这里开始,温通的故事一路狂飙,好戏盛远, 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经历,是在一个实验室长大的, 实验主提示运动神经和暴力性,因此需要最佳的身体精英,最暴力的大脑,女主,就是他们最完美的实验品,经受特殊训练, 他可以控制物体运动,改变物质形态,瞬间移动,隔空举例,拥有出色的感知能力, 学习能力,实验很成功,但总公司却莫名地感到害怕, 像于对这些超能者失去控制力,那后果不堪设想,最终,公司下令处理实验品, 就此,一场是新的大途伤开始,好在,女主凭借超强战斗力,逃了出来, 哪怕脱了身,所有人也都认为他死定了,因为他能力会带来副作用, 但哪会抄作合,最真大诈,不过,这个副作用不是没办法解决, 只要注射一种特殊真迹,就能缓解一个月, 使用项目的负责人白博士,命令杀手能站回女主, 就是想用特殊样物牵制他,让他成为自己的杀人武器, 女主简直太可怜了,如果你这么想的话,那就省省吧, 反转来了,得到真迹注射之后,小白甜女主舒展了筋骨, 其类一笑,立马变了一个人,把你上线,原来, 因为他头疼的症状逐渐严重,医生说,他活不过两个月, 他知道白博士一定有每种方法,缘缓他的症状, 所以一直在寻找组织,甚至,故意上电视节目暴露自己, 这三抛作简直让人抱歇一口冷戏,并不是组织找到了魔女, 而是魔女找到了组织,影片最后半小时, 几方混战,各种开挂,怎么反号都太弱, 一个能打丁都没有,在动剑设计方面, 不同于以正特效的魔法超能力, 而是真搭真枪的干,拳肉动骸,飞鸣走壁, 离手歌喉,这也显示了这部电影与西风超级英雄电影的不同, 暴力血腥程度,硕实可见一般, 最初,女主用纯人的外表,把所有人都玩弄于鼓掌之中, 达到目的后,又打开杀戮, 一人KO了所有人, 小我,这一切还没结束, 这里必须看一下女主发言者, 久武后小姐姐姐金多美, 她从1500名视镜眼眼里脱颖来出, 刚刚主角,和她搭档的是大中影后叫女兄, 新龙奖最焦男配嫖西顺, 暴昧男主曾一直, 在这些演技派面前, 丝毫不若下风, 前新龙场小那时朴实无比, 后期变为模拟后淋漓开挂, 前后两个人设行街自然, 演技在发光, 但其实, 女主的身份在经历朴实宫里, 肯杰模拟之后, 还有第三重转变, 善良孙女, 她想找到白博士, 更不只是为了自己, 而是为了母亲, 她套着师生, 从实验室走出之后, 用百抢来的特殊真迹, 送到了母亲的病床前, 当初, 她参加选秀节目说是为了给母亲治病, 这并不是一句假话, 只不过我们以为她是想拿比赛奖金做医药费, 而实际上, 她想的是通过学母被组织找到, 拿到治疗脑部疾病的特效药, 上了阴大圈, 看似自私烂议, 实则初心未变, 即便暴力是她的精英, 杀文是她的父命, 但对于养育她的父母, 一起长大的闺蜜, 小郑的居民, 她都保留着最大的善意, 就像于书前面所说, 这是母女系列的第一部, 自然傻不了的续集南下伏笔, 女主找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, 这是白博士的原生姐姐, 而女主还有个妹妹, 也具有超能力, 所以, 下一步, 我们能看到原生姐妹三大杀翅邦, 当初的十月项目, 有多少幸存下来的人呢, 神秘组织到底是什么样的, 第二部是否会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大boss呢, 这一部挖了太多坑, 更像是《母女前传》, 介绍母女这一人物的诞生过程, 以至于连她真正的超能力, 都没有好好展示, 除了海购的动作场面之外, 有了促造全靠剧情反转, 这点轻薄, 虽然被网友称为韩国版插体, 但从故事本身和深度内涵来看, 品贺贝松的插体更完整, 不过, 作为一部爽见, 看得还是挺过瘾的, 女女带着韩国更远沙达鞋锅, 大大见血的本事, 这点从去年的夜宇中也能看出来, 一个位表柔弱的女主, 却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女女或夜宇, 这种反差能让观众从动作戏中感受到生理的快感, 从这样一步, 带有科幻作产, 并融入了心情元素的动作闲鱼电影来看, 韩国电影在类型片领域精干细作, 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式, 反叹力和叹力并行, 多人眼球才能打更人心, 单凭这点, 我们恐怕就要追好久。